保健促进局正与本地一家应用程序开发商合作 希望借由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来改善儿童的近视问题 当孩子看手机的距离太近或者是姿势不正确的时候 这款应用程序就会每五秒钟发出一次警告 直到他们调整姿势为止 父母也能够借此来了解孩童使用手机时的情况 这款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商正和保健促进局合作 希望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将这款应用程序 推介给32万名学龄前的孩子和小学生使用 新加坡是世界上儿童近视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当中约有28%患有近视 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更是增加到大约65% 报告部长陈振生说 文字幕中文字幕提供